一個兩個三個畫面 總共這三個畫面呢 各位可以稍微把題目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檔就是PHP02-1.PHP 這個是查詢畫面 就長得像這樣 第二個的話就是PHP PHP-2.PHP 就是說如果查沒有資料 或者有資料的話要顯示出來這個是沒資料 有資料有資料就長這樣子 那當然旁邊還有個詳細資料 就是說這一筆如果我想要知道更詳細的話 那就是詳細資料 所以它的頁面結構這樣 查詢 查到的話 把所有的資料先列出來 底下的話也有幾頁 比如說總共有三頁 總共幾筆 然後總共有幾頁 如果你要看詳細資料旁邊都有詳細資料 就在一層 所以會有 兩層 查出來結果會有兩層 一個是 全部的資料 第二個是詳細資料 然後一個查詢界面 大概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 這個範例在很多地方都適用 所以如果你學會這個之後的話 你可以改成很多地方 都可以 就是讓人家查詢資料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到 這邊的話 如果是查詢的話 你需要了解一個語法 叫 就是seql語法裡面的slate 那slate 我先把那個demo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我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像 這邊 我們看到的畫面 類似 就是 這邊 你可以在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可以是書名 可以是作者 可以是出版社 等等的 然後這邊可以有關鍵是按查詢 查詢到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然後 詳細資料 比如說我按下這一筆 陳惠安這一筆 他就跳進來 就是類似像這樣 然後上面的那個頁面 有沒有 第一個是這個查詢的 所以 PHPA 02-1 就這一個 -2 這一個 那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 傳遞的方式 也是用什麼 如果這個應該 用Gate 有沒有 Gate傳遞 那在查到的話 一樣 再用Gate方式 告訴這個頁面 把這一頁面顯示出來 那我們需要知道哪一些呢 特別注意 接下來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查詢的話 其實在 MySQL裡面 到底做哪些事情 你們剛剛已經建了一個 Books 那個Book的資料 這個資料表 在資料表裡面 如果我今天要查詢的話 一樣再到SQL SQL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預設這邊有個SQL語法 有沒有 Select 所有的欄位 From Book Book指的就是這個資料表 後面有個會有紙句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查書名的話 如果在 MySQL裡面到底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你要跟他講會後面給他一個 Book name Book name就是他的什麼呢 他的書名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查書名裡面有PHP的 有哪些的話 有沒有 那以往你可能 一筆一筆要看 可是如果說你要下個SQL語法的話 你就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直接 告訴他說我要針對這個Book name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什麼加上一個like的詞句 like什麼呢 後面再加上 就是跟他講說我的關鍵字 就PHP 他就會幫我們顯示出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再重整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可以顯示出 我們要的比如說這個地方刪掉會有後面就是一個 我的資料 欄位名稱 然後給他一個這個 一個like 就是指句 然後呢 那可以 可以幫我們把那個查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喔有了 他可能 有點 類格 OK like l-i-k-e like 空一格 然後 單引號 裡面的話 比如說你打上PHP的關鍵字 可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文字的話 一定用like 不是用等號 你當然用等號 不過完全比對 可是如果你要什麼 找類似 就是說 關鍵字裡面有PHP的話 記得 前後要加外用資源 外用資源應該有概念吧 一個 百分比 表示說呢 不管書名的前面 或者後面呢 是什麼 反正其中裡面有 三個字PHP的話 請你幫我找出來 那你就下一個seql-i-fa select 所有的欄位 from什麼呢 這個資料表 去查什麼呢 會有就是一個篩選條件 這個欄位裡面 likePHP 按執行 那你會發現喔 他幫我找出來 有沒有 總共找到什麼 總共找到6筆 有沒有 然後呢 只要PHP 裡面有PHP的都出來了 那這個語法 當然你如果在seql myseql裡面查是ok的 可是問題 你現在不可能說讓每個使用者都知道你的myseql查會有問題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如何透過PHP 他可以傳遞一個 剛剛這個語法 然後 他可以查到之後把這些東西再丟回去給PHP幫你顯示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做的重點 那請各位 稍微把題目看過 然後呢 稍微試一下 除了說可以查什麼 查你的那個book name之外的話 你也可以查作者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查什麼 作者如果姓陳的話 幫我顯示出來 應該沒問題吧 請幫我查 這個出版社是機封的 幫我顯示出來 那你要怎麼做 我想這個部分 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記得從book 這裡面有一個什麼 seql 然後從這邊去 加這邊有欄位名稱 你就bookname 然後like 這邊記得like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單引號前後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 就是 關鍵字前後加百分比 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